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你要把这个符号把它弄清楚 这个符号一定要记清楚 这个不是用背的 而是你要用你去做题目 从题目里头做个很多题 以后你就会自然就会记住 然后呢我们又介绍到 这个系统从这个状态 因为它的系统 我们宏观的系统呢 就是用压力 体积跟绝对温度来表示 这个系统在某一种状态 它从第一 从initial state起初状态 变到末后状态的时候啊 那它有几种过程 像从i到a 这个是等压过程 然后a到f 这是等容过程 体积不变 就这样经过这个过程 到了f 它也可以先做一个等容过程 然后再做一个等压过程到这里 state是一样 但是你过程不一样啊 等一等我们会说到 你做的工就不一样啊 那么这个pv图上面的这个过程 这个图形我们称它叫做路径 好像是一个路径一样啊 好那么我们后来就谈到一个系统 一个气体的系统 我们是拿这个理想气体来做例子 它在气缸里面啊 那么它做工 那么我们介绍了啊 理想气体做的工呢 是这个式子 那你也可以记这个 dw等于pdv 然后积分呢 就是w等于pdv积分 从v1g到v2 这是理想气体 在气缸里面 在一个密闭的容器里面做的工 然后我们也提到过 我们学过三种工的形态 这三种 你每一次要处理工的问题啊 你马上脑筋里头就要想到 工有这三种形态 我现在要用哪一种形态 那我们看这个工呢 它是pdv积分 那在pv图上面 这一条线呢 就是p跟v的关系曲线 那么这个积分呢 就是表示 这个曲线 从v1到v2 就是这个曲线下方 跟v轴的之间 从v1到v2之间的面积 就是代表工 那么这个工呢 因为工有正工复工 如果p 如果它state是从1到2 就是体积是膨胀的话 那么做的工是正工 因为体积膨胀 它的力量啊 就是 它的resultant force 是向外的 所以它对外做工 是正的 如果说 起初的体积 比后来的体积小 那么就是这个系统受了压缩 它的resultant force 就是它的合力 是外界力量 比系统给环境的要多 所以它受了压缩 这个时候呢 箭头方向朝这里 这个是一种复工 好 我们也举例过 你要求工的问题 那我们当然是用这个式子了 在这个式子里头 你要积分的话 一定要知道p跟v的关系啊 比如说密闭容器里面 理想气体 从v1到v2膨胀 膨胀到v2 它做的是什么 等温膨胀 就是温度保持一定 好 这个时候p跟v的关系呢 我们就从所谓的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 equation of state 从地理来看 因为它现在是等温 温度保持一定 所以p呢 就等于nrt over v 那你把这个带到 p带到这里来 那就是这个积分 那它就变成nrt natural organism v2 over v1 那么我们在从p跟v的关系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v2 over v1呢 化成p1 over p2 比如说密闭容器里面的理想气体 它也是从v1到v膨胀到v2 不过它做的是等压膨胀的话 那么我们还是用 用这个式子 用这个式子 不过现在呢 pressure是一个定值 那么它定值 它就可以提到积分号的外面来了 那dv积分就是v2减v1 那这个就是 等压过程 密闭容器里头的气体 从v1膨胀到v2的时候 所做的功 现在我们要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 比如说一个系统 它从I initial state变化到final state 它有无数多条的路径 比如说它从A 等压膨胀到I等压膨胀到A 然后等容过程到F 或者是说它先做等容过程 等容过程压力减低 然后呢 再做等压膨胀 让体积膨胀到这里 也可以到达F 那它从这条路也可以 远这个路径下来也可以 或者是远任意一个 你这个路径就好像锯齿状的 也可以 所以也是从I到F 状态虽然从这几条路都是从initial变到final state 但是在这些过程里面 这功不一样 比如说你从I到A再到F 它的功呢 就是这个面积 如果你从I到B到F 它的功就是只有这个面积 所以这个功呢 比从这条路径的功要来得大 因此我们就说 功跟你变化的过程有关 也就是说 换一句话说 功与路径有关 跟路径有关 OK 那这就是我们 从这个图三就可以看出来 你从这个路径到这个路径 功不一样 OK 于是 我们有一个结论就是 一个系统 在两个状态之间 所做的功 W 与路径有关 这很重要 很重要 我们也可以证明 从I到F 就是任意两点 两个状态之间的变化 它的热量传递 是吸热 还是放热 热量多少 那这个也跟路径有关 也跟路径有关 那就说 功跟日 都跟它的路径有关 有一个东西是跟路径无关的 就是 initial state 跟final state 它们之间的差 跟路径没有关系 这一定要记住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立体 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要点 你一定要记住 好 这里有一个系统 它从 从initial state 到final state 的变化 之间变化 它走的 这好几个过程 这几个过程 OK 它现在告诉我们 它走 IAF 这一条路径的时候 Q是50个卡罗里 Q为正的话 就是说 这个热量是输入到这个系统里面去的 同时呢 它做了20个卡罗里的功 公是正的话 就是说 系统 对外界做功 如果它现在 原则IBF 行径的时候 它的热量是36个卡罗里 就是说 只有36个卡罗里的热量 跑到这个系统里面去 它现在要求什么 求 原则IBF路径的功是什么 原则这个功 IWF的功是什么 好 你做这个问题呢 我们通常都是 从它问的问题里面 来着手 它现在要你求什么 功 你马上就想到 我学过哪一些功的事 我刚刚不是提醒各位吗 我们学过几种功的形态 三种 对不对 有力 dot位移 一种 一个是力举 dot脚位移 一种 第三个就是 pressure dot dv 是一种 那现在我们 那现在我们 这里头 你看它有没有告诉你 始终 有没有告诉你它多少力啊 位移是多少啊 没有告诉你啊 那个不能用啊 那么 有没有告诉你 它的力举是多少啊 都没有啊 因此呢 用p dv 可能会可以做 因为是 它这个是 状态 状态都是用 pvt来表示啊 它一定有pressure 有volume 有temperature 所以呢 会有p有v 所以我们用的就是 w等于 pdv 这就是公 但是它 但是我们想 它从p到的dv 移分啊 这里也没有告诉你 它的pressure 是多少 也没有告诉你 它的volume 变化有多少 你看它有 有变化 它是多少 不知道啊 pressure也不知道啊 所以这个式子啊 其实也不能用 那怎么办呢 不要忘记 热力学第一定律 可以用来求公 因为第一定律 讲什么东西啊 uf-ui 要uf-ui 要等于q-w 对不对 现在我们对iaf这个路径 就是q-iaf -q-w-iaf 那这个当然是 这个路径了 可是我们今天要求的是什么 i-b-f q-i-b-f知道了 w-i-b-f不知道啊 它没有告诉你w-i-b-f 它就是要求这个东西啊 求这个公 好 那没关系 好 那么如果 我知道q 要求w-i-b-f的话 总热力学里面 就是我还要知道 内能的差 对不对 内能的差知道了 这个知道了 就可以求w 就可以求w-i-b-f 但是内能的差呢 它也没告诉我啊 可是我可以从 第一个过程 从iaf这个路径知道 i到a到f 这个路径虽然不一样 做的公跟日不一样 可是我们刚刚说过 它的内能差是怎么样 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 这个过程里面 把delta u求出来 delta u等于这个 iqf是这个 iaf是这个 就求出来了 现在我有delta u 又有q-i-b-f 那我当然可以求w-i-a-f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原的 求w-i-b-f 原的这个 我们再用一次 这个式子 坏了 刚刚是iaf 现在ibf 这个求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告诉你了 这个可以求啊 你把它带进去就好 delta u delta u 是30 30个卡罗里 q-i-b-f 36个卡罗里 减到w-i-b-f 所以w-i-b-f 就是6个卡罗里 知道吗 你要知道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不要把这个 这个就是死背下来 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 它主要用的是什么 主要告诉你 现在的公用要用热力学 第一定律求 而热力学第一定律呢 它有个特色 就是delta u 跟路径无关 我只要知道一条路径 这delta u 我就知道你所有的路径 你都可以用这个 如果要用到delta u 都可以用到 好 然后我们再看 它题目是说 如果圆着这个曲线的路径 从f到i 它现在倒过来 它的起初state 是f 后来是i 它总共 它的公是13个卡罗里 它只告诉你 圆着这个弯曲路径的时候 它的公是13个卡罗里 但是 我们现在要从 因为它是从f到i 对不对 箭头是这样子过来的 它的体积是从 大的体积变成小的体积 这个时候的公是负的 你自己要把这个负号加进去 它是负13个卡罗里 好 那它要求这个过程里面的热是多少 那求热的话呢 你也想想看啊 我们有什么方式求热啊 我们前面一章讲过比热 比热 你有N个摩尔的 理想气体 它做什么过程 温度从几度到几度变化的时候 它吸收多少热 从那个地方可以求 但是它现在没有告诉你 这个气体多少个摩尔 也没有告诉你 温度上升多少 所以那个不能用啊 那能不能用这个浅热呢 Q等于ML 也不能用啊 它没有告诉你 它会有状态的改变啊 那么Q怎么做呢 热力学第一定律 所以热力学第一定律 它可以说 你知道内能的变化 也知道工的话 系统做工 或者外界队系统做工 你可以去Q 或者说你知道内能的变化 你知道这个 热量的进出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求这个系统做的工 或者说你知道热量的进出 跟做的工是多少 你可以求这个系统的内能的改变 所以你用了以后啊 你就要自己做一个整理 说这个式子 我可以用来做什么 好那现在我们要求Q 什么笔热啊 什么浅热啊 这些也不能用什么传导 这根本跟传导没关系啊 好那我们就想到用热力学第一定律 如果用热力学第一定律的话 你要求的是这个 那这两个一定要知道了 QFI 他要求QFI 所以WFI应该知道 WFI就是已知啊 他告诉你是这个 不过你要记住 这个是负13卡罗里 U准Ui减Uf 等于负的30卡罗里 因为我们前面求过 Uf减Ui呢 是等于正30卡罗里 那Ui减Uf就是负的嘛 那就可以把QFI求出来 它是负的是什么意思 负的什么意思 是这个系统 它从这里来的时候 从这里变化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系统会有 43卡罗里的热量释放出来 所以你通常啊 你要在这个后面啊 注解一下 说这个是 这个系统 释出的热量 系统释出 释出就是从系统里头 释放到环境嘛 你这里要做一个 或虎说明这个Q的情况 然后呢 C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知道 initial state是10个卡罗里 initial state是10个卡罗里 那么Uf当然知道了 我们从U ΔU是等于30卡罗里嘛 那我们就知道 Uf呢 是等Ui 加30卡罗里 等于40个卡罗里 OK 你知道这个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 因为他们的差已经知道了 因为他们的差已经知道了 好 第四个问题 他说如果Ub 这个状态 内能是22个卡罗里 22个卡罗里 我们现在要求 要求我刚刚要求什么 这个 求Ib 求从I initial state到B state的时候 它的功是多少 功是多少 那我们 那我们 当然还是用热力学第一定律了 热力学第一定律的话呢 你要知道 Delta U是多少 或者是 我们 既然在这样 只有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 那你看 Ub是22个卡罗里 这个 22个卡罗里 这个已经知道 那 WiBF我们已经求过了 对不对 这个已经求过了 在 part A就求过了 WiBF是等于 Wi到B再加上B到F 我们不需要从内能求 因为这个地方已经由内能 经过内能求出这个来了 所以 这个是零 那么 那么它 这个功是零 所以呢 它这个 WiBF是 WiB加上 WBF WBF是零 所以它就等于WiB 因此从 这个过程到这个过程 它做的功就是 六个卡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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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你就不能用什么 等压过程来做 因为它压力没有告诉你啊 还是要从热力学第一定律知道 那么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WiB 带到热力学第一定律里头去 我们要求的是QiB是多少 WiB 这个也知道了 这个22嘛 Ui是10个卡罗里嘛 那你就可以 再进去 也就说QiB 也就说QiB是18个卡罗里 每一次讲到热量的时候 你后面都要加一个 科乎 说明18卡罗里呢 正的 正的就是从 外界 环境输入到这个系统里头的功能 它是热量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 带到QiB里头去 这两个 就是说这个是功了 有这个功呢 我们可以求做QiB QiB它没有功 可是它有热量的进出啊 那热量进出呢 那我们就可以从QiB 它是等于 这个地方的总热量 是等于这两个过程 热量之和 加起来 这个不知道 但是全部是36个卡罗里 所以QiB是18个卡罗里 18卡罗里也是正的 它也是从 环境输入到这个系统里面的 热量 好 底下我们就要看 几种常用的变化过程 我们刚刚就看到 在PV图里面啊 它的路径就是代表过程 一个系统 从initial到final state 你可以求它的功啊 它的热啊 它的内能变化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路径 就是知道它变化的过程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谈一谈 我们以后啊 常常用来计算的几种 理想的过程 理想的过程 第一个叫做决热过程 Adiabetic process 你的英文课本还是要看 你考试的题目都是英文的 那么到时候你这个题目都看不懂 你怎么考得起个 Adiabetic process Adiabetic process initial到final 那么 Adiabetic process呢 它满足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我们等一等会导出来 现在先不管它 按照这个equation呢 它是 差不多是这个形状 OK 什么叫决热过程 就是说这个系统啊 跟它的环境之间呢 它能量的交换 有能量的交换 但是这个能量里面 就是没有热量的交换 它会对外界做工 外界也可以对它 对这个系统做工 但是呢 就是没有热量的进出 那也就是说 整个过程之间 从I到f Q等于0 这叫决热 OK 那决热过程 我们把它带到这个 热力学第一定律里头去 Q等于0的话呢 那这一项就变成 负W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系统内能的改变呢 只看它 做工的情况 如果它对外界做工 外界做工 工本身是正的 负的成正呢 就是负的 那就是uf-ui是负的 那就是后来的内能 比起初的内能要来得小 这合理嘛 对不对 你 对外界做工嘛 你做工一定要能量啊 能量从哪里来 从内能里头拿 从内能里头拿 拿一些能量来啊 那拿了一些能量出来以后呢 那它的内能就减少了 比如说你拿 你拿 拿的是 本来是ui 后来是uf 你从ui里头 拿出uf出来 那这个ui呢 就变小了 对不对 变小了 所以后来简起初呢 就是这个小简单 大就是负质啊 好 在绝热过程里面 系统内能的改变 仅仅与工的传递有关 这就是绝热过程 但是绝热过程 我们是说 这个系统跟外界 没有热量的交换 但事实上啊 很难做到 很难做到 热量总是会传递啊 可是有一种状况 我们可以妈妈呼呼 把它当作是绝热过程 比如说 我们 汽车或者摩托车 它的气缸 爆炸的时候 它的活塞在里面 动了 它一秒钟 比如说 我们看那个汽车 那个 那个转速表 通常它 一分钟啊 起码都是 七八百次以上 有的到一千多次 一分钟就一千多次 比如说 有没有热量跑出来啊 有啊 那个引擎 很热 不要说引擎 那个排气管 就热得不得了 那怎么算 我们看它的爆炸 过程 算它是绝热 为什么是绝热呢 因为它变化得太快了 它一秒 它一分钟就一千多次 第一次爆炸的时候 热量还没有传出来 它已经爆炸了 好几百次了 所以说 这个状况之下呢 我们可以 妈妈糊糊 把它当作是绝热 就是说一个过程 变化得很快很快的时候 很快速 它热量啊 还来不及传出来 它就已经不晓得 变化到地脂次去了 那么 这个时候 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绝热系统 所以只要过程进行的速率 远大于热量传递的速率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它是一个绝热 可它当作是一个绝热过程 绝热过程很重要 这几个过程 每一个都很重要 你一定要想清楚 以后你才会处理问题 等容过程 isochoric process 等容过程 意思就是 它的体积保持不变 它从initial state 变化到final state的时候 你看它体积保持一定 那体积保持一定的话呢 那你公式pdv 那就是零啊 因为v1等于v2嘛 v1就是v2嘛 这个积分就是零了嘛 那么 所以我们把这个带到热力学第一定律里头去 公式零 因此uf-ui就是等于q 那么等容过程里面 它内能的改变 只看它吸热还是放热的情况 只决定在它的吸放热的状况 所以在等容过程中 系统内能的改变 仅仅与热能的传递有关 第三个我们讲 叫做等压过程 等压过程就是它的压力保持定值 压力保持定值 等压过程 它的压力保持定值 压力保持定值的话呢 那你压力可以提出来 dv的积分就是v2-v1 就说这个压力一定的话 比如说压力是p 那么这个体积就是 这个面积就是公啊 这个面积就是等于什么呢 长层高啊 v2-v1就是这一段 层上这一段啊 好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有m公斤的某液体 体积是vl liquid l是代表liquid 好在压力p保持定值的时候 转变成为 转变成体积为vv的蒸汽 v就是代表vapo 蒸汽 体积保持一定的时候 这个液体就变成了气体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它做的功就是这个 因为压力保持一定 它就是后来的压力 减少起初的 后来体积减少起初的体积 还有因为它是相变 它从liquid 它从这个liquid变成vvapo 所以它有这个潜能 潜热 所以我们把这个 带到热力学第一地域里头去 uf-ui就是等于q q这个时候就是这个 这是月 它需要的热量 它需要的热量 在这段时间里面 热量给它 它不会增加它的温度 是它促成它的相变 然后再减掉w w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压力一样 体积改变了 那它这个世界就变成这个样子 好 那么 我们现在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公克的水 体积是一个centimeter cube 立方厘米 在一个大气压下 它就变成1671立方厘米的水蒸气 水蒸气的气化热 就是它的浅热是2256 每一克需要这么多焦耳的热量 求这个系统在变化过程中的功 及内能的改变 它的w是多少 内能是多少 这里告诉你 一个大气压是这么大 1.013 乘10的5次方个 Newton per meter square 这个本来应该老早介绍 但是我们因为流体力学那一章 我们拿掉了 在我的第十 我讲一章第十七章 在那里 那么由于这个过程 你看我们先来计算 来计算 因为它这个里头 它当然是 我们知道在标准大气压 在一个大气压之下 那就是在沸点的时候 它一公克的水 变成 一公克的水蒸气 它的体积就从一个立方厘米 变成1671立方厘米 我们还是带这个式子 带这个式子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算 比如说公呢 P V-VL pressure 大气压力 体积 是这么多 一个立方公分 相解 但是一个立方公分呢 我们要画成一个立方公尺 要乘10的负6次方 所以最后算出来是169个胶耳 它对外界做了169个胶耳的功 那么它的内 它的相变 产生的能量 是1克 乘上2256个胶耳 per gram 这个 然后后面W 就是我们刚刚算出来的 2087个胶耳 我们现在看等温过程 等温过程叫做 isothermal process isothermal process 从initial到final 等温过程我们 等一等会证明 它就是P乘V等于定值 这就是等温过程 它的曲线是一个这种形状的 一个过程 一个系统在变化过程中 温度保持定值 这个过程成为等温过程 等温过程 它压力跟体积的变化 要很讲究 就是要很慢 因为你 一变得很快的话 那这个系统 每一部分的温度 可能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 汽油跟空气混合的气体 在气缸里面爆炸的时候 这个过程非常快 它爆炸总是先从哪里开始燃烧呢 就是火星塞 有火花的时候 那个地方开始烧 你再快再快 它也总是从那里开始 再往旁边去 所以它的温度不可能一下子 就大家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快 很快速的这个变化过程 这个系统的温度不可能是等温 不可能等温 那么它一定要慢慢的变化 慢慢的变化 变化一点 然后让这个系统保持平衡了 就是说它的热量 温度高的 跑到温度低的去了 温度低的 跑到温度高的地方来 混合一下 然后呢 大家都一样了 然后再来一个 再来变化 那么 它不可能说这个很快 很快的话 它局部的这个地方的温度 一定跟不一样 那么要很慢 变化过程一定要很慢 通常在等温过程变化中 内能会改变 Q 有能量的交换 就是有热量的交换 也有宫的交换 也有宫的交换 就是说等温过程里面 它不像我们前面讲的 等压过程 Pressure 等容过程 比如说功 等于零 没有那种状况 就是 大概都会变化 不过有一个 不过有一个例外 就是理想气体 理想气体 它内能的变化 仅仅仅仅与温度有关 仅仅跟温度有关 所以 它在变化当中 Q跟W 就温度保持一定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 Q跟W可能会变化 但是 ΔU一定保持零 就是 它Initial跟Final State 的内能都一样 因此ΔU等于零 这个要记住 理想气体 温度仅仅是 U仅仅是温度的函数 这个我们等一等 可以由气体动力学 我们把它导出来 就表示内能仅仅是温度的函数 OK 这样的话 热力学第一定律 ΔU等于Q-W 等于零 ΔU是零 所以Q就等于W 就说这个系统 它一定是吸收的热量 跟它对外做的工相等 就说它吸多少热 它付出多少工 OK 所以理想气体 在等温变化过程中 吸收的热量 全部用来做工